如何用更少的钱玩到新游戏 比如这个沃龙和原子之心 都是新游戏都是正式玩 我只花了138块钱 这两款游戏在PS5上 一个卖475港币 一个卖568港币 价格是非常贵的 一般情况下都舍不得买 但是呢这种新游戏很有热度 很多视频在说 如果没玩又觉得心痒痒 于是我花了138人民币 买了一年的X4GPU 可以在PC和Xbox上玩这两款游戏 因为这两款游戏首发进入了X4GPU 去年我花150块钱买了三年的X4GPU 后来被微软收回了 商家也退款了 那种方式不对 但是这次我购买的方式 是相对比较稳定 比较正常的 因为价格也基本稳定 它是用季度的机会源充值的 用的托尔其福 因为我们能看见每次的充值记录 这种方式的缺点呢 需要我们给卖家 你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具体商家我就不说了 我只分享这种方式给各位参考 如果有问题评论区见 说完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het